当宅宅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宅宅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宅宅下班中 我是布姑 我是阿直 我是大酸梅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有 今天又是打开 44C的日子 对 拿出你的手机 点开 我是看电脑版的 好的电脑也可以 打开CCC 打开了吗 对啦 今天这部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觉得 虽然它非常的 一开始就很荒唐闹剧的feel 但是我觉得它超适合影视化 就是不然拍成电影也可以 我觉得它超适合真人化的这部 没错 它超适合拍电影 真的 但是虽然说是闹剧 不如说医术愿于生活 对啦 这样吗 对 先讲一下这部的书名 作品名吧 它叫做疯狂母亲 顾名思医 里面有不少母亲 但他们都挺疯狂的 应该说他们一整家都挺疯狂的 没错 我觉得 我觉得它这个 怎么讲 冲动的个性 绝对是遗传之劳吗 我也觉得 姐弟俩的那个冲动性格 绝对是遗传之劳 真的 说得好 我觉得就是 写原有时候是一个 不能否认的事情 大家基因你都刻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真是的 那当初我看到这部作品啊 是 我忘记好像是 CCC的铺浪还什么 上面就是 好像是过节还什么东西 它有推 好像是不是母亲节还什么的 就有推一部 就这一部作品 然后我就看了它的描述 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就跑去看 怎么知道就是一看就 好抓马哦 挺不下来 超开心 大家一定要去看 什么叫做荒唐闹剧 真的太荒唐了 荒谬 但是又很好笑 但是你又觉得 它其实很可能发生好不好 我觉得这种发生我也不亚异 荒谬 但是又觉得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对 它最有趣的是 你一边会觉得说 哪有这种事情啦 但是你又一边不自觉的 会觉得说 好像的确 有时候就是这么巧 或是有时候就会碰到 这样子的人 那到最后 它那个高潮 好像也是一个 不知不觉 真的走到了那一步 就是最后 尤其是什么社群媒体啊 然后社会舆论啊 的各种压力 你好像也不自觉的会觉得 好像也只能这样做了耶 但是 但是 太开心太开心 好了我们先来讲一下 她为什么疯狂 是是是 主角是一个礼仪师 她的行业是一个礼仪师 女生 对女生 对女生 然后她为自己的母亲 举办了一场丧礼 假的丧礼 然后目的是 然后目的是 要逼迫她 就是这位母亲 想逼迫自己的儿子 回来不要同性结婚 没错 超装 超装嘛 对 就是一个 有没有 她的本质上是一个 感觉上在一般台湾家庭 应该说不止台湾家庭 就很多家庭中 感觉好像会出现的一个 家庭纠纷的一个问题 然后 可是她却用了一个 很 有点荒谬的开场 然后接着呢 随着故事发展 除了弟弟这边 有一些那种谎言 母亲瞒的弟弟的谎言之外 然后你会发现 里面姐姐也有 她自己瞒着的谎言 然后就变成说 大家开了各种不同的谎 就一直谎言越滚越大 然后变得越来越荒谬 对 而且最好笑的是 这是一个秘密家庭 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秘密 几乎每一个人 好啦好啦 每个秘密都是 其实都是一个议题啦 荒谬下面 其实掩盖的 都是一些社会议题 没错 是的 对 我们的主角 主要在于 她遇到的是一些 女性结婚前 结婚后会遇到的问题 没错没错 就年纪到了 为什么不结婚 对 然后结婚了 可能会遇到妈宝男 也有可能遇到一些 男搞的婆婆 这种 没错没错 这种现象 然后还有就是 你的从事的职业 可能不是父母 想要你从事的职业 这件事 没错没错 对 然后还有包括你的性向 变成你可能 也许有出柜 也许没出柜 但是会让你反而 跟你的家人越走越远 或起各种冲突 然后最后会离家出走 这种事情 其实都非常的常见 还有包括父母亲的情绪勒索 就是虽然这个母亲炸死 但我相信一定也很多人 可能在人生中 不自觉的都会听到 也不是不自觉啦 就是总是会听到父母亲说 什么 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不如去死 我家人倒是没这么说过 真是幸好 真的 你真的好幸运 我真的是从小听到大 很幸运 我从小听到大 我没有 因为我父母不会用这种方式 我父母就是 有问题超越就好啦 真快乐的 真的真好 很强认哦 我父母 真快乐 真好 没有办法呢 就是我就看着 那个女主角 尤其这个妈妈这样做 我就觉得 哇塞 就是一个实际去执行情绪勒索的人呢 的这样子的状态 但是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虽然我在这里直接用情绪勒索这个字眼 但这个故事并不是用一种那么悲怆 而且痛苦的方式 苦大抽身 对 他反而是用荒谬喜剧的方式在呈现这件事 对 这一部的基调其实很轻松 真的 他其实是很多日常的小趣事啊 误会插曲之类的 就是很闹的感觉 非常 而且就 就不管是母亲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他不是只讲述很惨的儿子女儿 而是他也同时的带到了母亲的角度 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跟他为什么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嗯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部 他虽然是要讲一个疯狂的母亲 但他不是要去批判那些母亲 没错 或检讨他们的行为 而是透过这个行为 去看他 然后去了解他 没错没错 其实我 我很喜欢里面有一个段落 我可以直接讲吗 就是 他母亲那个时候 知道他女儿的秘密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是一整个就说 要不是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一辈子 我怎么舍得他去嫁人 真的 有情那个婆婆真的是这里面的反派代表 那真的是羞辱耶 我觉得虽然他本人可能不觉得 但其实听起来那就是羞辱 就是自以为是啊 那种自以为是的对好可怕哦 真的很可怕 而且我觉得真的最可怕的是 这个女儿他的前对象 对我们可以说是前夫了 前夫了 对前夫 这个前夫你也可以感受得出来 他也不是说 不是站在女主角这边的现代价值观 但是他仍然在某种程度上 更纵容于自己的母亲的价值观 胜过于自己妻子的价值观 那这种婆媳问题 其实真的是造成很多的冲突 因为他其实不太愿意去保护女主角 然后在尤其婆家这件事情 要不是因为这个社会都觉得 嫁人才是一件好事 对这就带出了我们这个疯狂母亲 为什么会做出这一些事情来 然后还有包括他如何对 二字女儿做的事情 是 其实是家庭悲剧呢 对啊 作者也说 他其实算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嗯 但是 是悲伤啦 但是 很欢乐 欢乐 疯狂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 他把喜剧跟悲剧的 那个拿捏做的非常好 嗯 我觉得这一部是喜剧 百分之百喜剧 但他讲的对应的现实 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嗯 他的比例拿捏的相当好 就是 他讲的议题是很沉重的 而且其实可以说是无解的议题 但是他却用非常欢乐 欢乐笑闹的方式 让你可以很轻松的去接触这些议题 这是非常厉害的地方 真的 他也不是只站在儿子女儿这一方 而且也有同时站在母亲那一方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就是他才短短的 我看一下大概是 十二 十二话 十三话 十三话 十三 哦 十三话 然后再加一个情人节的特别篇而已 他十三话里面就带出这一个家庭 主要的就是妈妈 儿子跟女儿 然后也微微的带到父亲 这边就是这一个家庭 四个人的心结 然后跟他们发生的事情 然后跟他们各自的秘密 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这群人 这群人完全没有坦诚过彼此 爸爸唯一的秘密就是他藏了私房钱 然后到最后也没被发现 耶 对呢 对呢 是习俊了 爸爸 按照这个故事来说 就这个秘密家庭来说 至少有一个人的秘密没有被发现 其他人的秘密都被发现了呢 最后的王者 但是也同样 因为他的秘密太微不足道了 是没有什么人放在心中 好可怜哦 好了 没有没有好可怜 就我们为他可喜可赫 可喜可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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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那中间除了 除了我们说的每一个角色 都有他自己立体鲜明的部分以外 那还有包括到作者在很多地方 有放一些非常伏笔的东西 例如说他刚开始掉下去的那个广播 那个录音机 那个算录音机 对 录音机 对 收音机 对 就是他有这一些伏笔 后来有在把他收回来的时候 又很感动 然后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我真的很希望让大家知道 我在看这一部看到后面的时候 我其实有很多地方 我感触到真的很想哭 但是在我 作者他有一个最厉害的就是 他可以在我眼泪逼出来的下一页 然后瞬间 就让我笑 就那些情乐的词汇啊 里面的人讲出来的话 真的是现实中可能发生 你会觉得阅读起来 我宛如被插刀 真的 但是因为它实际上又是一个喜剧 所以那个悲伤就被冲淡 其实看起来的感觉还是很轻松的 大家可以放心看 对对对 真的 而且 虽然我知道这样对很多人来说是爆雷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故事 它本身就是因为它是喜剧 所以我想它的happy ending 也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出来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中间的那些悲伤 还有那些沉重 其实反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喜剧 喜剧呈现的作品 所以它的那些悲伤 我觉得会让人感受到更鲜明 这种对比感 我觉得就是作者做的真的非常好的地方 我真的跟 很推大家 然后发糖也发的不手软 我个人觉得 对 弟弟的伴侣很好 也是个好男人 姐姐感到羡慕 要不是你是 要不是 你是同性恋 要不是你是gay 对 我就嫁了 我跟你讲 这是真的 我认为真的 无论是不是gay 还是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性倾向 我认为最重要的 还是找到一个好伴侣 我真的要说 真的 对 然后如果真的你发 就是希望任何人 如果看到了这部作品 那你有看到里面的女主角的前夫 跟前婆婆 真的 你有任何一种征兆 真的麻烦就不要再那个 不要再搓脱彼此了 真的不要虐待自己 离婚没有那么难 对 离婚没有那么难 就是 而且现在离婚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说真的 因为现在离婚难太多了 台湾的离婚率超高的 大家知道吗 真的 最主要是 现在如果女性可以自己经济独立的话 我是也觉得 就是不要随便乱结婚 因为真的去结婚之后 大部分的家务事都还是女人在做 我从小这样子看 我妈这样长大 我就会觉得 就是经济独立只是让女人变得更辛苦而已 所以啊 就是 对 然后我们当然这边没有要去扯任何的性别议题 因为就是在这里面 这里面主要就只有在讲同志出轨这件事 然后跟他的家庭里面的一些悲伤 那总之就是一个荒谬喜剧 然后非常适合电影 拜托 有谁 影视化吧 也很适合拍影视化 可能拍个三集七集的这种感觉 还蛮适合的 对啊 我是觉得他的篇幅没有办法到拍好几集 我是觉得就电影 电影最多就是拍个一百分钟 然后把它一次拍完 我觉得就够了 也可以 我觉得很适合 这部真的很适合 因为他的荒谬感 其实也跟台湾的feel很像 他里面提的议题 也是跟台湾的民情非常的符合 我觉得很适合的一部 在看的时候我就一直这么觉得 这种荒谬感 这种现实中的戏剧感 就是台湾很多赫穗片的那种味道 没错 没错 而且其实我记得好像 他哪里看过家庭的乡土剧之类的 其实就是有那个你知道 女生去抓奸 然后就抓奸 发现自己的老公是个男的上床 然后整个惊恶 这样 就是听说也有这样子的 我有看到有人有那种 你知道就是 截一段影片出来的画面 我就想说 连台湾乡土剧都已经很 不care在讲这种题材了 没有 台湾的乡土剧很怎么讲 很先进好不好 里面讲的非常的 前一阵子还有那个 那个怎么讲 女童性的那种故事 那个之前也让大家很high 然后我们那一边那一曲 也很high的要命 那也是几年前的事了 哦 好哦 那我真的很希望 台湾如果有想要拍 就是拍改编作品 或是想要拍开心的家庭伦理片 这一部真的很适合 我都可以想象的出来 就是这些角色 变成真人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他可以拍出 跟鬼家人那一部 很类似的风格的作品 没错 大家有看过那一部吧 就是我跟 我跟 那全名叫什么 我都叫鬼家人 我都忘记他全名叫什么 关于我跟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哦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两个是议题蛮像 而且可以拍出 大概相同风格的 感觉的作品 哦 的确是呢 而且就是虽然有搞笑的部分 然后悲伤的地方也算是 也算是蛮沉重的 对 只是 就是关于鬼家人那个 我就哇哦 这样这年头 就是当个警察不容易 一直都是啊 对对对 但是没有就是 当然我不是说 现在的警察很轻松 我是说在 我看到那个里面 那个警察要当一个警察 不容易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诶 的确呢 我觉得阿紫这样讲很有道理 这部作品很有 鬼家人那一部的味道 就是不是说剧情 但是是味道 所以好啦 那总之推荐给大家 虽然是阿姑挑的 不过变成我和阿紫 因为也很喜欢 所以讲了一堆话 不会不会 我在看的时候 也是写了很多心得这样子 不过关于婆婆这边啊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 完全跟这部 可能没什么相关的心得 就是应该说我看完这部 有点想要看 有没有作品可以用 就是纯粹的用母亲 这个程度 应该说这个年纪的人 出发的角度去刻画的作品 我还蛮想看到的 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故事 基本上都是以小孩的角度出发 然后是他们眼中的母亲 然后可能那些母亲 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也是属于母亲 有讲出口的想法 我在想可能朝纪录片 或访谈作品 可能会比较有 因为通常会有 你知道我这样讲 可能有点偏见 可是当会有这种 比较传统思想的母亲的话 通常很少会是作家 你懂我意思吗 很少会是创作家 所以比较有可能会是 比较不会少有 因为通常都必须变成是 接受采访 或者接受人家的 才能够写出来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没有办法 是第一手的 我的情绪的表达 而是可能会比较接近是 其他人去对他进行的采访 所以这可能就 就会隔了一层 一层关系吧 对 因为不顾平常更多时间 是跟这些母亲 差不多年纪的长辈 女性长辈相处啦 就我母系的长辈 跟他们的朋友 对我甚至有时候觉得 我比那些人的媳妇 跟女儿还了解 就是他们 是 对然后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儿子娶媳妇了嘛 然后他非常困扰 有一位就非常困扰 他觉得 他跟媳妇的生活习惯 实在差太多了 他也不想跟他媳妇住在一起 从头到尾 他都不想跟他媳妇住在一起 他感到非常的困扰 这是现在有可能 是婆婆是这样子的心态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去住啊 因为房子是 没钱啊 房子是儿子的 就是 哦 未来房子是儿子的 未来 但是房子 现在还是他的吧 对啊 但是 对啊 儿子 我们不要讲 那么严肃的议题了 但总之 对不起 对不起 莫名的就变严肃了 这已经是完全不同的议题了 就是我只是想要表达 现在有些婆婆 真的是 从头到尾都不想跟媳妇住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案件就是 他们家住在一起 然后媳妇生了小孩 然后对于这个小孩 怎么教养呢 媳妇意见非常的多 但是他们又没有时间 一直照顾他 就是由婆婆 公公婆婆 去带这个小孩子 所以就变成说 他觉得他带这个小孩子 不管怎么带他 他的妈妈都会觉得 他做的不好 所以这是反过来的感觉 你知道吗 反过来也很有趣哦 会 有这种情况 就是他不给他自己的小孩子 吃一些 就是可能外面卖 Severman的吐司之类的 他觉得这个不好 他们应该要吃 更健康的东西 但是他就说 公公婆婆带他的时候 都吃这些东西 所以他觉得这样不好 但是偏偏他又没有时间 带孩子 必须叫我公公婆婆带 对 结果他放假的时候 自己带的时候 又 因为太忙 还不是给他吃一些 他认为原本 没有那么健康的东西 哈 这是来自婆婆 好有趣哦 来自婆婆这边的 偷偷的murr 就是这样 你不是叫我说 不要给他吃那些吗 你自己还不是给他吃那些 超有趣的啦 虽然这是因为 我们在别人看才觉得有趣 但现实中自己怎么想 当事人一定很困扰 对 婆婆被他的困扰呢 所以有时候是反过来的 你知道吗 好 我是觉得 因为我有听过说 有那种婆婆说 那你们生了小孩 你们就自己 自己去找人照顾 我不想要当免费保姆 因为我觉得很多 就是你又 对啊 你又不付钱 那你又要 就是如果假的 又要求那么多 对 我觉得这个婆婆 可能是个好人啊 想说帮忙 但如果是我 我就会想说 我根本没有医务要帮你 毕竟我也照顾孩子 从小到大 那就现在是你们 自己决定要生的 你们当然就要自己 自己照顾 那当然如果 我有碰过 你知道那种父母亲 是因为 长辈的压力 而决定生小孩的 所以这就会是 他们冲突的来源 就会说 你 就是你 你明明就觉得 我们要传宗接代 但为什么你不愿意帮忙 然后我们希望你来帮忙的时候 然后又有各种 就是你知道隔代的观念上面的冲突 这真的就会是一个很无解的难题 真的是无解 我觉得家庭是无解 所以我就想要看到更多 关于婆婆或母亲 这个点出发的 就我的角度 会觉得这个点出发的话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价值观的不合 小孩子觉得很不满 就是跟价值观不合 难道婆婆就不觉得价值观不满 然后难道婆婆就不觉得价值观不合 让她很痛苦吗 有 一定有 没有应该是说都有 但是只是因为的确故事比较多 来自于是 婆婆会一味的希望 觉得孩子就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做 这是比较偏向于大多数的婆婆的概念 没有没有 现在婆婆很多 就是人跟人还是不一样的 现在婆婆们 是新一代的婆婆了 我在想的是啊 会不会是因为权威性 因为其实做创作作品 大部分都是以仿权威为主的 其实大家有发现吗 大部分的创作作品 都是以站在反对权威 反对格式 反对教条的立场去创作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打破现况 对 大部分的作品都喜欢这种风格 所以当婆婆或长辈这种 通常是所谓的站在比较 地位比较高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所以作品 创作作品的出发点 就会变成是以比较弱势的那边的视角为主 那我觉得 就是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作品 是反过来说 让我们去看看 所谓的在权威体下的 权威底下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是遭遇了 什么样的心情跟困惑 我觉得这也是阿姑刚刚说的 他想看到的一个 一个题材跟一个画 一个面相吧 对啊 我刚刚讲的例子就是 实际上在他们家里 媳妇对婆婆的意见 并没有像婆婆对媳妇的意见 他们其实是 都有意见 并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而已 但如果你的角度去看的故事 你可能会比较没有注意到 其实你也在输出 你自己的 个人的价值观 我倒觉得 其实你看到 媳妇跟婆婆的冲突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得出来 婆婆那边一定就是不满媳妇的 只是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说 但是在传统的社会下 一个家庭的养成是 是以父母亲为主的 所谓的父母亲是 就算今天如果你是一个 新结婚的人 父母亲的态度一定会是 你在你的家庭 你待了很久 可是你来到我们这个家庭 是我们待的比较久 待的比较久的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会是一个权威上面的概念 那权威上面的概念 就会的确让 就是尤其他们自己养小孩 养了那么久 那多少会有恩 恩的那个概念吗 所以小孩多少会不那么愿意去 跟自己的父母亲 抵触的时候 那新嫁进来的媳妇或者是女婿 就会有这部分的冲突 就是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要说 从她们婆婆的角度 我倒比较想看到的是 那一些比较偏向于权威的婆婆 她们是怎么样 是去看待 就是现在的 就是媳妇 为什么媳妇不想听自己的话的 这件事 我倒觉得反正大家一定都是 不太愿意的 就是不太愿意彼此一起住的 但是我觉得更惨的是 有很多婆婆会认为 自己的孩子 应该要接自己过去住 然后可是她仍然要求 媳妇还是要按照 自己的方式生活 嗯 一定也会有啦 的确是 这种一定也会有 对呀 不过幸好我们 我们家是已经就是 有很严重的隔代问题了 所以 算隔代嘛 反正就是代沟了 所以我是觉得 好啦就是希望有人可以有 更多描绘出母亲跟婆婆 她们那一代的想法吧 我是也的确也希望 可以多看到不同面向的作品 希望 应该也是有 早早看应该也是会有 但是真的是相对的少 其实我现在 我刚刚其实想到一个 有点偏题外的话题 可能就跟我们这一次的议题 没有关系 就是 呃 你们知道最近欧美 也不是最近 这几年欧美关于那个 性别认知 就性向认知 其实闹得很大 有没有 然后前一阵子不是 不是还有那个 就好像我有看过一个报道吧 好像就是有个小孩子 因为 你知道变性手术 其实越年轻做 其实是越好的 但是 当他们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其实他也并不是搞得清楚 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那 在那个 这个事件的那个 其实就是他的父母吧 他的父母 其实当时在小孩子 还在痛苦决定的时候 他们其实不敢插手太多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其实很担心说 他们会被贴上那种 所谓的不征重小孩子 意向的那种 父母的标签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介入太多 可是当小孩子 他变性之后发现 其实这又不是他要的时候 又再次 又再次变更性别的时候 他们父母才终于松口说 其实他们当初 他们当初其实想制止 他们觉得其实不太妥当 应该要再多想想 但是他们又不敢讲 他们碍于 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 他们又不敢去制止 就算他讲了 也不会被接受啊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 嫌见 大家只要有类似的苗头 那你就可以举出 N个作品 N个案例说 你们都是这样 所以也是有这种状况 我也觉得 我当时看到这个案例 我觉得 也是有这种 现在这种很多很多 各种问题 妈妈你怎么跟其他人一样 你也这样子对我 很难去 很难去表示说 你把一个人的心完全摊开 实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可是我觉得 这个 这种东西 这种在大议题上面的冲突 通常是建立在很多日常生活 就已经有冲突的状况 就是所谓的冲突 就是其实父母亲本身 或者是孩子本身 在相处上面 就本身不是一个 可以好好沟通的状态 就是 可是有时候是小孩子 不一定能好好沟通啊 可是你要这样讲的话 也很多真的 不是父母亲 可以好好沟通啊 你真的要讲的话 一定都会有 不能好好沟通的状况 但是 我觉得是双方的情况 都有可能发生 不能单纯的怪某一个方案 我没有特别怪某一个人 我是说 通常在大问题上面 你会发现 没有办法讲的时候 通常是 当然我觉得 还有一部分是 社会价值观吧 社会价值观 给父母亲的 舆论跟压力 胜过于父母亲 想要好好跟孩子沟通 然后一起做出一个决定 我觉得疯狂母亲里面 就很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其实他 有时候 他也不是不爱孩子 或者说 你说的那种状况 父母亲跟孩子 也不是不爱对方 但是这个社会 有太多的舆论跟压力 跟 胜过于 家庭建立的那种 各式各样的东西 让他们无法用 最单纯的 家人的角度 去跟彼此沟通 所以这个就已经是 这个 应该说父母亲也是 这个社会舆论下的 其中的一个部分 可能他过去的婚姻 他过去的人生 其实也就是 不断地在重复 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也是啊 我看着我的妈 我妈真的就是 这样的牺牲者 所以我就会觉得 她也很 无奈吧 但是 也并不代表说 所以 她要我做的什么事情 我要接受啊 就是我一样可以不接受 只是在不接受的时候 她就会认为 这是孩子不听话的方式 就是认为孩子 不接受母亲 跟不爱母亲的方式 我相信很多人 都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没有办法 跟他们描述清楚 因为有很多东西 已经是他们 活了四五十年 五六十年 甚至七八十年的价值观 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 但是你可以 对 所以我就会偏向于 坚持我自己的做法 然后跟用我自己的方式 告诉她 因为用她的方式 告诉她 父母亲有时候 是不会满意的 因为所谓的情乐 这种东西呢 就是你愿满足她的情乐 她其实只是会得寸进尺 就是父母亲 很多都是这样子 我当然不是说 所以于是孩子 不会情乐 我老实说 我也有碰过 小孩很会情乐的 我也觉得很可怕 这样子 只是 在那个年代的父母亲 他们已经被这样教育的时候 他们就会习惯 用他们父母亲 教他们的情乐方式 来情乐下一代 所以我就会 我碰到我身边的人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们说 真的不要接受情乐 只是 在不接受情乐的 这一部分的时候 你再看一下 疯狂母亲里面 那个母亲 她是承受着 多少舆论跟压力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除了 不接受情乐以外 我们应该还有 更多可以做的事情 为什么 变得好像什么 政治正确宣导课程 好奇怪哦 没有 没有 我们其实就跟上一次的 那个一样 我们只是提出问题而已 其实这些也都是 无解的事情 没错 没错 只提出问题而已 对啊 我跟酸美也是提出 两个不同的角度而已 反正我觉得 一件事情 一个巴掌拍不响 的确是 如果大家都可以 想一下别人的角度 那其实 这世界都会好很多 但 如果想不到别人的角度 那我们就放弃 我们就看一下漫画 漫画中也有不同的角度 看一下漫画 很开心 可是又有不同角度 我真的要跟大家讲 我以前也觉得 接受情乐这件事情 是一种爱的方式 等后来我才发现 真的不行 要拒绝 而且拒绝了之后 父母亲才会理解到 什么是 比较正常跟健康的爱 我认为这件事情 真的是 大家好好学习的 但是我要先说好 绝对不是只有 拒绝情乐以外 然后什么都不做 绝对不是这样 而是拒绝情乐之后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还有沟通 还有相处 其实我也是 我其实是靠作品 才知道情乐 因为我算是 很幸运的 生长在一个 蛮健全的家庭 我爸妈 怎么讲 是那种 不会情乐小孩子 然后遇到问题 就是很努力的 快乐的 有之快乐 就是把它克服掉 所以我跟我母亲 比较多的应该是 有时候会 就是彼此沟通吧 她以前是真的很忙 忙到没时间听我说 但后来就是 她自己渐渐的学习 跟一些那种 算是她走上 社工这条路之后吧 就变成我们 母女俩感情 变得很好了 所以就 我也是后来 算是很幸运吧 就是很多家庭 会发生的事情 我并没有发生 这样 对啊 我的情况是 我觉得在我长大成人之后 我觉得我妈对我的情乐 好像有断来式下降 我觉得可能因为 我长大有差 就是我的话变得 比较有 有力量 有钱 有自主 有经济能力 就是有力量 没错 就是她对于 她自己的价值观 她会没有那么坚持 要我听她的价值观了 因为我知道 她的勒索 也不能说是 她真的是没有办法 才会不断的情乐 当然 也跟她的个性有关系 就是有人 就是习惯用这种情乐 没错 真的是习惯 真的是一种习惯 最后会发现 她们会成为一个习惯 她们甚至 不是自己故意 要讲这句话 而是她们 不知道有什么 其他话可以讲 对 就是她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这样 没错 所以有时候 她虽然也想要 有的人也是想要 你接受她的价值观 那她不会用 情乐的方式 就是 如果你在害我去死 妈的这种话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讲的 那跟性格有关 真的耶 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妈讲过这种话 我真的 我对于这件事 其实蛮羡慕的 因为我妈真的是 从我小 讲到大 甚至现在都会这样讲 而且她会把 人生的价值 建立在小孩身上 然后小孩的 做的所有事情 都会是她的 一个标签 然后其实 她自己是一个 职业妇女 然后又带小孩 然后又同时 念研究所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天哪 这样的妈妈不是 应该要为自己的 能力为傲 但是没有 她会认为 孩子有没有符合 她的期待这件事 才是她人生 有没有成功 而不是来自于 她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我有时候 听着她这样 情乐的时候 我就一边觉得很烦 可是我一边觉得 为她感到蛮悲哀的 然后当然就是 接下来 大家知道 就是那些loop 所以后来 我就是用非常 强烈的方式 在拒绝情乐 这件事情 之后我认为 反而关系有改善 所以我是真心的 建议大家 不要接受情乐 不要去符合 情乐里面 要求对你做的事情 但是 不要这样就结束 不要拒绝情乐 之后就结束 还有很多很多 很多事情要做 对 例如陪伴 然后例如告诉他们 什么叫做 才是健全的爱 什么叫做 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但是仍然会希望 彼此都得到快乐 你们也是爱她的 对对对 还有包括 离开这个家 维持一定的距离 是让彼此 更能够爱彼此的方式 而不是想要 单纯的抛弃家人 真的 其实有距离 有距离比较不会吵架 距离产生美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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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距离 真的比较好 住太近啊 整天相处在一块 真的会乌烟瘴气 很可怕 真的 而且就是连 生活的习惯 有时候就算在同一个家长 真的都会不一样 我妈就会觉得 我的房间 对她来说 有点乱 但是有时候 我就想说 你自己的地方 才乱 就是她自己的书桌 乱成不得了 然后我的书桌很干净 我是其他地方乱 然后就想说 你到底凭什么说我乱 那当然我觉得 就是你知道 在这种不同的沟通之下 才会慢慢前进 而且也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绝对不是你讲一次 你就要她改 你要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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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讲 你甚至要用你认知的一辈子 来做沟通这件事 而且讲过的事情 她接受了 可能下一次又不接受的时候 你就要再把你之前讲过的话 全部再讲一次 然后也要注意到自己 不要也变成情乐的人 对啊 你觉得你讲了一次 你父母就要跟着你的价值观 你的父母是不是也觉得 他讲了一次 你就要跟随他的价值观 的确是呢 对啊 所以每一个家庭 都有不同的问题 跟相处之道 这个我们也只能站在旁边 跟你说 尽力 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不行 真的真的就离开家里 就逃走吧 逃走 逃走也是个很好的选项 请尽你的力 但是真的尽力了还不行 那不要太在意 就是不行 真的真的 还是离开家里 我会支持大家离开家里 但离开家里不是因为不爱 反而是因为爱 所以才离开的 希望大家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认为疯狂母亲这里面 真的有非常多大家的缩影 只是没有用我们讲的 这么悲伤的东西做呈现 可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少 可以找到自己的一部分的影子 或自己一部分的投射 我自己看的时候是非常有感触 因为我觉得 我妈再夸张一点 真的就会干出这种事来 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啊 当然不会到直接假伤里 而是自己重病 甚至故意让自己病 不是真的假病 是故意让自己病 然后打电话给小孩说 哀声叹气 说他现在哪里痛 哪里痛 你怎么不来 对 没错 然后就说我哪里不舒服 然后说什么 我在看医生 然后但其实就只是 例如说可能不小心脚拐到一下 之类的 他们其实 其实长辈需要的 只是你的陪伴跟关心而已 很多时候 的确是呢 但好忙哦 现在大家好忙哦 我又可以理解 为什么不想回家 就好酿难啊 你不觉得 一旦扯到关于家庭的议题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无解 真的无解 真的没有办法 其实我是真的很羡慕 我后来一直以为 我们家这样才是常态 后来才发现 没有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 其实家庭状况 都蛮让我羡慕的 就是从小只活在这样的家庭 我就想说哇塞 然后现在又要把妈妈当做小孩来养 就是你要知道是你讲的东西 你不能只讲一次两次 他们是成人了 但其实他们四五十年来接受的东西 都是不成熟的 你要抱着这样的态度 才有办法不断的持续的坚持着你的立场 老小孩啊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老小孩 老小孩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但我相信一定有 就是你光是要坚持着你的信件 你的私人信件 无论是任何信件 不要被拆这件事 就花了我大概十几年 真的是需要讲 这种事真的需要讲 好辛苦哦 而且是那一种 从刚开始 父母亲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 就是明明你是我的孩子 你的东西我都要知道啊 为什么你不让我知道 他会认为你就是个叛逆的孩子 你不管那里面是任何你的私人东西还不是 不管怎么样 他们就认为你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东西 所以这件事情要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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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吵十几年 还有包括会动我的书这件事情 会把我的书乱放 然后没有按照顺序放 然后没有按照我要的方式放 然后是他自己跑进我的房间来放 然后就说我房间没有整理好 就这种事情 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十几年啊 十几年 我妈妈相对开明 可能没有像阿子的妈妈那么直接开明 但我妈还算相对开明 但是还是要跟她讲 不讲不行 你不能偷偷生气 然后就一直气 你要跟她讲 她才会知道你其实不喜欢这个行为 而且的确是不只要一次 你要提醒她 但我最近大概讲个三次就可以了 十几年倒是没有 其实我想到的是 我老妈让我遇到一个很困扰的事情 是她 就是我的书她不会乱动 可是她会跟人家说 我们家有很多漫画啊 你可以看啊 然后我就会想说 妈住手 放在第一排的那个是 本的 百合本 不可以 就是 就是我 对 就是有一些情况 就是要学会阻止她 你不跟她讲 她不能理解 我们要事实的温和的阻止 她才会知道 对 所以我那时候 我的温和的讲法是 母亲 你不要随便把我书借人 有些书不适合的 你先问过我 你先问过我 可是这个某种程度上 你是不反对借人的对吧 其实有一点反对 我要看对象 哦 但是我更怕的是 人家直接拿起来看 哦 我是不怕啦 但是我怕的是 他们拿 我妈拿走之后 她就弄不见了 对啊 这个也是个困扰 嗯 所以我有跟她说 我的东西 请不要 制作主张的借人 我有跟她强调过 后来就没有了 对 某某 很令人羡慕 真的 真心 没有办法 我是个连 不要猜信 都要花十几年的人啊 对你妈那个掌控欲 有点强 掌控欲 真的 所以 所以我看着 疯狂母亲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 我就是内心心有奇迹 我妈是没有做到 炸死这种程度 但可能 就是可能 比这里面的母亲 做的更多 就是做的更 更多的也是 可是 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为什么 我又会说 有时候是 他们已经被养了 十 就是五六十年的 这种状况是 其实因为我妈 也来自于一个 其实蛮不好的童年 所以如果大家 有再更深刻的 去理解一下 自己父母亲 曾经被怎么样的 教育过的话 应该说 你就会很难 很难用 只是单纯批评的角度 去看待他们 是因为他们就没有被教 要怎么样好好的爱 跟好好的尊重 他们会认为 掌控就是爱 你不让他掌控 就是不爱 所以这就是一个 他们需要不断学习 跟改变的事情 这一件事情可能我们 这一代会比较知道 只是就等于说 我们这一代 就会比较辛苦 因为尤其我们这一代 在下一代的小孩们 也很难养 因为他们太自由奔放了 所以 有很多东西 你会拿捏不到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界线 去跟他们解释 更多的事情 对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孩 所以我上面有一个老的 下面有一个小的 所以大家知道 教育好辛苦 孩子不要乱死 我现在身边的同事 其实大部分都已婚 然后又有小孩 小孩也很大了 然后也常常听他们在讲 关于养小孩之间的 那种态度 然后就发现 现代人的小孩子 好像就 就是会 都会接送上下学 然后会各种干嘛 都是父母都会参与度 其实还蛮高的 也可能是我的同事们 对于小孩的活动的 参与度很高 可是我就常常回想到 我以前小时候 是放养状态 就是我小时候 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长大的 所以我就想 这个教育真的差好多 像我小时候就是 带一次 怎么上下学的路线 带一次之后 下一次就要自己想办法上下学 然后学会骑甲车之后 就自己骑甲车 我记得我从幼稚园大班 到国小一年级开始 我就是一个人自己上下学 然后我就一直就 对 我就被放养长大的 我觉得这倒不是什么问题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 是来自于 你不知道该怎么教育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资讯 然后他们有太多不同的同侪压力 尤其社群媒体造成他们的社交焦虑 同侪焦虑 真的 这是完全是新的 我们不能理解的新世代了 真的 真的 世代隔阂 就跟我们跟上代一样 真的 可是你知道现在世代的隔阂 最麻烦的是 你不知道到底 要把界限踩在什么样的地步 例如说 你要告诉他身体健康 可是例如说 要早睡早起 那我问你 我们自己成人又做到什么早睡早起了 我们常常 勉强一点睡觉就算不错了 对啊 那连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自己享受我们自己成人的自由的时候 我们又怎么样用身教的方式去告诉他们说 你们就是应该要早睡早起 跟着我同事一样 我同事会九点十点先陪他们睡 然后睡到晚上一两点爬起来 再做一点自己的事都再回去睡觉 他们小孩难道不会半夜自己偷偷爬起来看漫画吗 其实我小时候会偷偷爬起来半夜看动画 对啊那我问你你抓到这件事的时候 你抓到这件事的时候你骂不骂 我被骂了好十年有 小时候我被我妈骂得很惨 你小时候被骂得很惨这件事 是因为他们你的那个人的父母亲 或是你的父母亲也真的是早睡早起的人 对吧 那如果假设现在我们尊重的是要尊重小孩的自由 跟尊重就是你知道是尊重个体差异 跟个体自由这件事的时候 连我们自己都享受晚睡晚起的自由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跟孩子说 你应该要早睡早起 嗯真是好问题的 我觉得可以协商耶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用我们用数据来表示 小孩子的睡眠时间是多少多少 那你如果可以睡满多少多少 那我们就怎样这样这样 协商的方式 听一代教育小孩的方式 如果上一代主要是用威权 那也许下一代有新的方式 嗯对啊 我觉得像医学不是也建议说 几岁的小孩子大概睡满多少比较好 就用这种医学的方式啊 然后你看我大人 我大概睡这么多就可以了 但是你还是小孩 所以你要睡满这么多 对啊你有研究过眼球吗 你知道小时候的近视 有一段时间会非常的快 会飞速的上升 但是当你的研究长好之后 就算你有同样不正确的作息 但是近视上升的速度 完全是两个概念哦 但我再说一句老实话 现在又有非常多不同的科学根据 例如说就真的就是有夜猫子体质的人 而且这部分的睡眠研究 是真的有在进行的 然后的确因为我们家小孩也会跟我说 他就是觉得白天就是会达不起精神 他觉得晚上比较有精神 这个就真的很符合 现代更先进的睡眠科学研究 对夜行性 那如果他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你要让他晚睡晚期 还是早睡早期 我觉得这时候就必须要思考 关于他现在的身份 跟你要符合这个身份 对啊这就是协商了 有没有 又遇到一个很难的难题了 没有啊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 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基因 然后呢大家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只要人不一样 那解决方式就不一样 那也要辛苦各位 对啊没有万用手册 真的没有万用的应对方式 真的每一个东西都必须客制化单一去处理 或者是整体上社会上有这种现象 但是大家其实都有不同的应对的方案 只要人跟事不一样 对 有千万种可能 鼓励大家 我最后就只想 我只想跟大家做一个结论 就是真的孩子不要乱生 就是你真的婚乱节你还可以自己离婚 感情的是一律建议分手 孩子不能塞回去 对但孩子是无法塞回去重生的 所以这时候就要说请注意安全性行为 不要留下孩子很危险 好了我们这个离题了 让我们差不多差不多 我只是见由疯狂母亲可以理解到母亲他们那一代 可是又同时的可以理解到身为一个类似母亲角度的人 要照顾小孩的时候有多少的为难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 我希望这部可以被拍成电影 好我们终于收回来了 好耶 好耶我努力了 酸梅超赞 真的聊了很久 我觉得这个议题让我们意外的 意外的聊了很多东西 因为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我就是从一个疯狂母亲的底下长大的小孩 然后如何希望不当一个疯狂母亲的方式 在照顾小孩 然后又如何希望让这个疯狂母亲不疯狂的方式 再好好的当一个女儿 你跟阿子是极端了 我大概是中间 对对对 他也没有到真的很极端 因为他没有真的说我死了 但是就是 但是 好啦就是各种他做的事我就不说了 但是反正 大家不要这样勤勒好不好 虽然我现在勤勒也是顺手拈来 我真的也很会勤勒 就是被训练长大的 但大家不要乱亲了 还是好好多同 爱彼此 爱要有健康的 正常的健全的爱 对 当双眉对我们进行亲了的时候 大家都会非常严应对的对待双眉 他都变成了一个烟双眉了呢 这是非常的 我也在努力的学习应对亲了 最好的方式就是放置他 我就知道 因为我对阿子不重要 所以亲了才没有用 我知道了 大概该告一个段落了 好啊 差不多也该结束了 唉 切身体会 所以很有趣的一部作品 勾起你的切身体会 是 真的太有体会了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次 CCC的单独的作品讲完了 我们下一次有一个短篇的大乱斗 嗯 就是因为有很多都只有单一回的 但是我们觉得还蛮有趣 可以拿来聊的一些短篇们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短篇们全部集结 凑成一集来讲 所以说不定时间会变得更长 跟也不一定 哈哈哈哈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到时候来看看 但很多短篇也都很有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CCC上面 就是注册个账号 然后如果想要的话就小额抖内 或是真的没有能力的话 就可以就是按个赞 然后或者是留个言 给作者一些打气都很棒这样子 嗯 是的 好啦那真的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这么长 不知不觉就变成了我们三个人的那种人生 人生闲聊 人生闲聊 真的真的 很像人生闲聊的 真的 好的 那么我们谢谢大家收听 那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咯 嗯 好 大家拜拜啦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走 走